大家好,我是易烊 八段紧,五勤细,探机拳 都是十分简便易学的健身方式 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瑰宝 这期我们分享一个同样简便易学的健身方法 叫做育臂和育腿 下面我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 首先采用坐姿 伸出左手,握拳,放在左膝盖上 右手掌,紧按左手腕里侧 用力沿臂内侧,向上插到肩膀 然后再翻过肩膀,由臂外侧向下插到左手背 接着再重复刚才的动作 从下至上,再从上至下围一次 这样操作16次 然后换右手臂 同样是操作16次 在手臂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 分别是腕关节,肘关节和肩关节 是经络脉络的要道 稍微有不适就会影响全身的活动 经常预臂能够使关节灵活 疏经活络,防止臂膀痠痛 在手臂上有六条经络 里侧分别是肺经,心包经和心经 外侧分别是大肠经,三脚经和小肠经 第二个动作是预腿 两手先抱紧一侧的大腿根 用力地由上到下插到足环 然后再返回 一直到大腿根 一上一下围一次 工作16次 如果觉得这样从上到下推不方便 也可以大腿和小腿分开来推 推的时候要用力 每条腿各推16下 一侧腿也有三个关节 分别是宽关节,膝关节和环关节 同样也有六条经络 内侧有脾经,肝经和肾经 外侧有胃经,胆经和膨胱经 经常预腿可以使关节灵活 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 增加腿部的肌肉力量 这两个动作都非常简便 一操作 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练习 在平时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推一推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分享这儿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杨 咱们下期见